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正义这个词,愿无对社会而言 只是必要的邪恶 说着,他拿出一张镜香儿时的照片拍到桌上 18年前,女孩独自在家 强盗闯入 于是,他拿起剪刀急忙藏进壁橱 就在强盗要打开壁橱时 女孩母亲告过回来 被强盗从背后袭击 并强暴了 听到这里,镜香那条被遗忘的记忆 瞬间清洗起来 双手抱头激动的大叫起来 没过几天,女孩母亲 便割腕自杀了 鲜血染红了整个浴缸 而18年后,犯人仍逍遥法外 唯一的线索是男人背后 可有断头女的刺青 如今犯人身在何处 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你的内心有实效吗 镜香木讷的流着眼泪 嘴里却口是心扉 我不会恨人 报了仇也解决不了什么 院屋抛写一句话 你的委托我随时接受 说吧便离开了 这天,九我三独一的 带着自己的新书来的电视台 将他送给了前台 可爱的李奈 阿修翻出一张照片 问主任这是何人 主任接过照片 啊,当时我把他当作一份追踪了很久 没想到认错人浪费了我很长时间 最后犯人竟是九我山 说完便将照片丢进了垃圾桶 阿修建议九我山 与被汉人家属大保现场对话 大保不愿意 院屋却劝他一定要去 因为这是利用媒体 其他报仇的最佳时机 因此当静香正式邀请大保参加节目时 他痛快地答应了 静香有些吃惊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我的内心是没有失效的 与其把仇恨埋在心里 不如意图为快 听说大保同意上节目 主任甚至开心 要求静香也同时一起上台 12月以自由撞稿人的身份找到主任 告诉他 九我山这货 同时也是静香母亲一样的犯人 只是静香当时受到惊吓失忆了 尚未察觉 自从静香得知母亲自杀的真相后 内心便备受煎熬 时常需要借助药物来稳定情绪 这时他接到通知 让他去前台举包裹 但刚到前台 他就碰到 李奈故意将九我山的西装弄湿的一幕 他主动上前帮忙 无意间发现 九我山湿的衬衫中 透出一个模糊的刺青 不禁瞪大了双眼 为看清刺青 静香叫九我山带着服装部换衣 发现他后背 果然是个断头女自焦 脑中再次回想见 母亲死前哀怨的神经 立即捂住嘴 跑进厕所呕吐起来 九我山在书店签名售书时 院屋奔作粉丝等待签名 静香打了电话 但没等接听就挂断了 院屋猜到他内心已动摇 趁握手时 院屋将约会纸条塞进了九我山手中 见面后 院屋提醒他 有人在杀人预告网站 杨颜会在直播现场对他实施报复 让九我山务必当心 直播当天 九我山悟空一切 大摇大摆走进电视台 而那位神秘大叔也来到了电视台 静香找到主任 说自己不舒服 希望他安排别人顶其自己上台 主任大为不满 阮应兼实应遥静香上场 他推却不过只好同意 直播开始后 九我山大放厥词 犯罪不可怕 法律有时效 抛弃过去 乐观生活 多挣钱才是王道 看到大宝对自己的鄙视 九我山认定杀人预告网的留言是大宝所为 咄咄逼人的对他进行挑衅 有本事 你杀我试试 我一夜成名 你嫉妒也没办法 死人随他去 活着就是众人跑 看到现场剑拔弩张的气氛 主任得意万分 令阿修立即推送静香母亲安静的视频资料 见到母亲的照片 静香下的花忙离席 准备到后台吃药压惊 这时神秘大叔见他的书包递了过来 里边除了震惊药和水之外 居然还多出了一把剪刀 主持人询问静香 画面中的小女孩是你吗 静香隐忍着一言不发 主持人转而询问九国山 背后是否也有一样的刺青 静香母亲安是否惜他所为 什么强盗 强暴早就过去了 大宝激动的骂道 欺辱弱者 践踏他人的人生 你就是个人渣 九国山无情的回应 他子啥关我屁事 静香耳边一遍遍回到了母亲死前怨恨的救生 回想着自己手持裁剪怨恨的身影 他抬起头 猛人看到怨恶正站在角落 那女人不也爽了吗 这令静香心中的仇恨愈发强烈起来 此时大宝已经极度愤怒扯出了九国山的衣领 两人拉扯间 一把水果刀掉在了地上 九国山迅速将其拾起预防身 这时他的表情却突然凝固了 静香已将剪刀深深刺入他的脊背 随后静香将剪刀抽出 再次从正面刺入他的身体 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静香一次又一次将剪刀刺入对方身体 将深埋在心中的仇恨通通发泄了出来 主持盲叫救护说 主任也吓得脸梭煞白 呆若目击 大宝与神秘大叔却显出一副释然的表情 电视前的观众看得窗目皆说 新闻中很快报道了九国山玉子身亡 静香被捕的消息 主任也因此事被电视台革职开除 成了流浪街头的丧家之犬 看着窗外如同行尸走路般的主任 神秘大叔笑着将一百万酬金如数交给冤屋 云雷15年前 主任因怀疑他是凶手对他百般刁难 让他不仅丢掉饭碗 还失去了家人 但法律无法保护像他一样被媒体中伤的人 因此他的委托冤屋将电台主任社会性抹杀掉 积木警官无比痛悉的对静香说 你还是被冤屋算计 最终被你内心怨恨的深渊吞噬了 静香却得逞所愿的笑了 所谓恨罪不恨人根本就是骗人 杀了仇人 我才真正逃离了那副哭泣的身躯 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非冤屋不可了 因为他一直住在我哭泣的内心 而我也一直在寻找他 积木警官 你的内心一定也有冤屋的身影 此后积木仍在寻找冤屋 却始终无法抓到他 因为只要人们心存恨意 怨恶便会永存于世 怨恶利用静香心中的怨恨 替包括静香在那三个人同时报仇 还收获了两份酬金 心计之身 用兵之神 令人佩服到五体投地 真是这个行业里当之无愧的一解 怨恶本铺更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在此期间的陪伴与支持 另外这部剧也有漫画 大家在网上搜索怨恶屋本铺机构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收看 咱们下部剧见 最后喜欢宇哥的视频别忘点击关注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有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宇哥在这里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特别内容哟 喜欢宇哥的视频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